花莲南区玉里赤柯山、复里六十淡山金针花季即将在14号开罗 虽然防疫降为二级,不过玉里警方认为还是会出现一定的游玩人潮 今天起启动了两座金针山花季期间的交通管制 希望确保花季期间交通安全 不论是玉里这赤柯山还是复里乡六十淡山竞争园区 南区夏季的金针花季观光流盛事即将登场之际 玉里警方也早已在两座花海山头上穿梭 启动花季交通的疏导与服务 玉里警分局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加强巡逻宣导 在园区内定点及机动巡逻维持交通秩序以及治安之外 由于防疫降二级,警方也预估仍会出现一定的游玩人车潮 因此在上下山交通的疏导上也废了一番心思规划 期盼游客民众都能遵守 本年度的金针花季交通疏导即将开始 那本次的执行时间是在8月14日至9月21日 总计39天 那管制的时间是在每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为止 那在刺客山的部分,汽机车均由原路上下山 那六十淡山汽车由竹田上山,东里下山,机车则采原路上下山 今年众所瞩目的金针花季配合防疫实施人流管制及实联制 前来游玩的旅客也一定要配合管制措施 而玉里警分局也将会在原区特别设置警察服务站 提供卫民服务及咨询,并及时提供必要的协助 记者石玉兰,玉里副理,采访报道